各位好 欢迎达成凤凰五件专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25号以视频形式出席 202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 并且发表演讲 王毅说 2022年的中国外交迎难而上 永逸前行 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剥话之下 在党中央有力部署之下 中方以元首外交为引领 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线 应变局 解困局 创新局 全方位展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做出了新的贡献 再来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25号在202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 谈到了2023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六大任务 王毅表示 2023年是全面落实20大精神开局之年 外交战线将全面贯彻20大确立的方针 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格局 一要更好服务保障元首外交和中心工作 紧密对标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主动实变 应变 求变 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外部风险挑战 二要统筹拓展全方位外交布局 夯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争取中美关系较准并重回正确航向 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三要不断汇聚全球治理最大公约数 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为全球发展和安全事业形成更多共识 汇聚更大力量 采取更多行动 四要积极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 因疫情防控新形势 为中外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 稳定畅通 培育全球发展的新动能 五要持续助劳捍卫国家利益坚强防线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同一切企图 持滞 甚至阻断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势力开展 坚决斗争 牢牢掌握中国发展和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六要着力提升国际传播力和话语权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中国是现代化的故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不断增进国际社会 对中国道路理念制度的理解认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24号用约 同新加坡外长维文通电话 王毅在与维文的通话中表示 习近平主席同李显龙总理 时隔三年在曼谷线下会晤 为双边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面对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地区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增加 中心加强沟通协调 携手应对挑战 既维护了两国自身利益 也成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的重要稳定因素 至此岁末 两国因共同总结成功经验 继续为双边关系更加蓬勃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王毅还介绍了当前中国抗击疫情的形式 强调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是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不变的执政理念 王毅说 中国人民历经并战胜过各种大风大浪 必将取得抗疫斗争的最终胜利 中方将继续为中外人员交往提供更大便利 随着累积需求释放和政策效应叠加 中国经济将呈现明显复苏增长势头 为中国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各国互利合作 带来更多利好 维稳高度赞赏 心中之间开展的高层交往 重视双方取得的重要共识和合作成果 尤其是新加坡同北京恢复制衡即将直飞 将进一步便利双方人员往来 心方期待同中方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互动 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维稳称赞中国 抗击疫情三年来取得重大成就 同时为国际抗疫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维稳表示 中国有强有力的领导体制 强大的产能研发能力和医疗体系 这将助力中国战胜新的挑战 并实现经济社会的加速复苏 新方对此充满信心 愿本着兄弟情谊 同中方加强团结合作 冯侯一世 增好报道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 24号就美国通过 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这个法案包括了多项涉华负面条款 不仅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同时也将独化中美两国的两军关系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坦克飞说 美方出台包括多项涉华负面条款的 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罔顾事实渲染中国威胁 肆意干涉中国内阵 为增加军费 维持霸权寻找借口 企图将冲斥一段与偏见的国内法案 凌驾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之上 这不仅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同时也将毒化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表示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军队发展壮大 走向世界 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这一点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不容诋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美国顽固奉行本国利益优先 为一己私利 肆意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 制造冲突 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 事实一再证明 美国才是国际秩序的直接威胁 地区动荡的幕后推手 坦克菲强调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方无权说三道四 一个时期以来 美方不断虚化掏空歪曲一中原则 频繁对台军售 加强美台军事勾连 炮制损害中国主权的涉台法案文件 这只会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推高中美军事对抗风险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一如既往严阵一带 坚决捍卫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坦克菲说 中方敦促美方摒弃灵和博弈的执念 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 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与中方一道贯彻好 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 只有这样 中美两军关系才有可能重回正轨 凤鸿卫视综合报道 冬季风暴继续席卷美国东岸多个地区 截至到24号 暴风雪已经造成了至少23人死亡 并且导致超过170万户一度断电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 美国东部的大概三分之二地区 继续受到冬季风暴影响 多地将会度过30多年来 最冷的平安夜和圣诞节 部分地区的气温会下降到 零下10摄氏度一下 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市 风雪非常猛烈 四周白茫茫一片 铲雪车被困在积雪堆中 警车也在巡逻期间被困 许多房屋被厚厚的积雪掩盖 布法罗市的暴风雪 风速达到每小时120公里 当地的机场将会关闭到26号早上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呼吁民众 圣诞节期间尽来留在家中 不要外出 霍楚尔早前已宣布 未应对暴风雪 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包括在多条高速公路 实施行车限制 公用服务企业也调派 2200名员工处理紧急状况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 美国东部大约三分之二地区 继续受到冬季风暴影响 多地将会度过30多年来 最冷的平安夜和圣诞节 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下降到 零下10摄氏度以下 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4号 全国一度有超过170万用户断电 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北部多个州 包括纽约州 缅因州和北凯罗南纳州等地 电力公司表示 因应电力需求急增 加上部分供电设施 被强风吹倒的树木压毁 所以实施紧急断电 不过部分地区已陆续恢复供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于美国第42条边境条款依旧生效 随着天气不断地转冷 大批移民在墨西哥和美国交界处的 墨西哥北部安营扎寨 企图度过寒冷的圣诞节 本周美国最高法院表示 此前特朗普政府针对移民所颁发的 第42条边境条款将暂时持续 导致大批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移民 需要在寒冷中度过圣诞周末 数千移民在边境城市 马塔莫罗斯和雷诺萨等地 就地搭起帐篷 或者在简陋的避难所外搭起床铺 对抗着接近零摄氏度的天气 而在更西部的华雷斯城 数百移民甚至要忍受 零下6摄氏度的寒冷天气 排队寻求庇护 许多人甚至直接睡在街上 有移民表示 他们想要更加温暖的住所 也有移民企图冲出边界进入美国 被边境警方所阻止 当地一些官员近日也为移民 提供了更多避难所 但有些移民对此十分谨慎 第42条边境条款 原本计划于21号终止 而现在终止的日期仍未知 对此 有美国官员表示 如果有更多移民涌入 一些城市可能会不堪重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一扫高强度的冬季风暴 24号席卷北美地区 加拿大多地的航班和火车取消 许多人的旅行计划被打乱 在安大略省 狂暴的风雪天气 把天地染白能见度极低 交通条件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作为过去几天寒流的延续 这场冬季风暴打乱了 许多人的圣诞假期行程 据报加拿大行进安大列省的 许多旅客 24号因为恶劣天气 导致了列车班次取消 而被困在沃泰华火车站近一天 甚至不得不改成汽车 就近安顿等待天气的转好 西向学家表示 随着气温的上升 天气状况预计将会继续变化 稍后关注 赫尔松平安夜遭到炮击 至少有10人死亡 58人受伤 巴黎库尔德人 连续两天举行示威活动 抗议种族歧视 俄乌战士在24号的平安夜 踏入到第11个月 不过和平的曙光并未出现 南部战略重镇赫尔松遭到炮击 至少有10人死亡 58人受伤 俄乌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则是趁着西方圣诞节表示 绝不会向俄罗斯屈服 圣诞节前夕 赫尔松遭到猛烈轰炸 街上满是碎片和阴阴一息的民众 以及多辆严重损毁的汽车 重弹的分别是市中心 一个购物商场及一个市集 事发时是早上 有很多人聚集买东西 袭击造成多人死亡 贺尔松是乌克兰南方战略重镇 上月才被乌军收复 但之后不时受到俄军攻击 这次袭击乌军指责是俄方所为 俄军则反指是乌军栽赃仗家伙 俄战士在24号平安夜 踏入第11个月 不过和平仍然遥遥无期 不少乌克兰民众到首都基辅 这间教堂祈祷 祈求世界和平这个心愿 今年对乌克兰人来说 别有一番意义 乌克兰人过去都是跟随俄罗斯东正教 于第二年1月7号才庆祝圣诞节 今年俄战士爆发 令不少人改为跟随西方提早庆祝 总统泽连斯基在圣诞发表的视频中表示 虽然俄军的攻击将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打入黑暗的境地 但他们依旧不屈不挠 并将在这个圣诞节创造奇迹 一批亚索营的家属就在基辅街头集会 接着圣诞节要求俄罗斯释放他们的亲人 亚索营由激进的右翼民兵组织 他们跟随乌克兰军队与俄军作战 不少人在马里乌波尔等战役中战败被俘 缝合一事 增后报道 俄联军南部军区顿巴斯军防24号表示 有瓦格纳集群组织的突击队 在巴赫木特和乌军的接触线 主要是发生在巴赫木特的南郊 战斗异常激烈 乌军把大约十多个主力旅和地方部队 部署在巴赫木特的市区和郊外 总人数达到了六万余人 那么这里就是巴赫木特的南郊 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在这个区域 与乌克兰军队的这种决斗 目前仍然在这种对峙之中 星期六 在整个巴赫木特市的城防 都是由乌军的28 53 643旅等部队进行监守 乌军验着整条城市内南北走向的 涅扎列兹诺斯起大道 构建起自己的火力点和障碍物 乌军的火炮阵地和坦克的火力 在居民楼周边建立起自己的阵地 市区内主要大道的建筑物顶城都设立起火力点 美壮居民楼有分散的乌军的战斗小组把守 并形成火力的区域 俄罗斯联军攻城的部队曾经一度突破了城市南线的城区 但又被乌军反攻成功夺回 俄罗斯军事专家分析 俄乌两军在这个区域集结了约十多万的军人 火炮进万门 乌军在整个接触线上就出现了十多个旅的番号 星期六的当天 在巴赫密特西南线的马林卡市战斗在平缓进行 俄罗斯联军部队继续从市中心核心区域向西扩展战国 但是乌克兰军队的指挥部也迟迟没有确认 亚科夫列夫卡被放弃的信息 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向索莱达尔和拉兹多洛夫卡方向进行推进 俄罗斯联军部队还继续占据着第一尼泊河左岸的赫尔松 和扎波罗热的大部分的防御阵地 并在扎波罗热以南地区开展防御的行动 凤凰卫视罗宇光 沙维一万 暴载中 敦巴斯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公布了更多的资料 指控美国官员和制药企业的高层 参与了在乌克兰军事生物研究的项目 而且美方正在把未完成的研究项目 从乌克兰转移到其他国家 俄罗斯军方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 基里洛夫在发布会表示 根据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获取的信息 俄方已掌握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研究项目的 所有关键人物名单 名单中包括美国国防部减少威胁局前局长 美国中央情报局风险投资机构的执行副总裁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前主任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前院长 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前首席执行官 美国辉瑞制药公司的研发与医学部总裁 及首席研究员等 根据俄方掌握的资料 乌克兰的梅奇尼科夫抗熟疫研究所 受益研究所和利沃夫流行病学与卫生研究所 是美国军事生物研究项目的实施方 基里洛夫表示 名单中的人都以某种方式受益于美国国防部的生物项目 并与美国民主党有联系 民主党的高层是军事生物计划的发起者 并未满足少数美国精英代表制定了秘密洗钱计划 俄方称根据现有信息 美方正将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研究项目内 未完成的部分转移至中亚和东欧国家 美方还打算进一步扩大 同非洲和亚太地区国家在类似项目上的合作 俄方指在早前举行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审议大会上 相关文件已经证明 美国以财政技术和人员支持 在乌克兰开展了生物武器部件的工作 并对特别危险和具有经济意义的病原体进行研究 俄方在今年6月曾披露在俄乌冲突中获取的资料 指美国涉嫌多年来在乌克兰进行军事生物研究 又指美国国防部已经承认资助了46个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即禁止女性入读大学之后 进一步的下令境内本地以及外国非政府组织 停止让女性雇员上班 雷和国对此表示深切关注 欧美都发出了强烈谴责 而在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 24号有数十位女性上街抗议教育权被剥夺 遭到塔利班用水泡驱散 目击者称赫拉特24号有数十名女性上街 前往省长官邸抗议当局禁止女性上大学的决定 高呼教育是我们的权利 但安全部队向他们发射水泡驱散 因为游行组织者 有100至150名妇女参加了抗议 他们分批从城市的不同地方向一个中心集合点移动 省长发言人则声称只有四五名抗议者 他们没有任何目的只是来这里拍电影 他没有提及对妇女的暴力或使用水泡的情况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经济部发言人当天证实发出信函 指示本地和外国非政府组织暂停女职员工作直至另行通知 原因是部分女性不遵从伊斯兰服事规定 禁令适用于超过180个本地及国际非政府组织 但不包括联合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 塔利班禁止妇女为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命令 将扰乱对阿富汗的援助 并可能对阿富汗造成破坏性影响 联合国驻阿富汗特派团副代表阿拉克巴罗夫 对禁令表示深切关注 认为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将寻求与塔利班领导层会面 厘清有关禁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法国巴黎的库尔德社区枪击案 引发的不满持续发酵 库尔德在23号和24号连续两天举行设备活动 由设备者向警方置物 警方以催泪弹回应 双方的冲突持续大约两个小时 11个人被捕 数百名库尔德社区成员 24号聚集在巴黎共和国广场 举着遇难者照片 各种标语和旗帜 抗议23号发生在库尔德社区的枪袭 许多示威者流着眼泪 用库尔德语唱着口号 袭击发生在准备纪念三名库尔德妇女 在巴黎遇害十周年之际这一敏感时间 引发库尔德社区强烈的沮丧及愤怒情绪 案发当天又出现警民冲突 而库尔德人24号下午再次举行示威游行 呼吁伸张正义 起初游行较为和平 但事态逐渐走向暴力 示威者开始冲击警方防线 多架汽车被抗议者合力破坏并推翻 有人纵火点燃杂物及汽车 有人向警方置物 警方则以催泪弹回应 试图驱散示威者 有示威者表示 法国安全部门没有在防止这方面袭击上 采取足够措施 这使得自己很没有安全感 据报涉案枪手是一名69岁的退休货车司机 去年他就涉嫌种族暴力受到指控 23号案发当天 他持枪袭击了一处库尔德社区中心 及附近设施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三人受伤 红红卫视综合报道 稍后关注香港旅政司 反驳有关香港法律环境 不确定性的评论 教宗主持平安夜弥撒 谴责人类对财富和权力的贪婪 国家卫健委25号公布 从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疫情资讯 将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相关的疫情资讯 再来看 亚洲商业法律期开 日前发表有关香港法律环境 不确定性的评论 香港律政司发言人表示 相关的评论是完全网国事实的不公批评 香港拥有悠久的传统法 普通法的传统 仲裁享誉盛名 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香港律政司24号晚间表示 亚洲商业法律期刊 近期发表一段涉及有关香港法律环境 不确定性的评论 是完全网国事实的不公批评 律政司发言人表示 香港拥有悠久的普通法传统 仲裁享福盛名 或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充分肯定 毫无证据显示 在香港进行的仲裁案件有所减少 相反个案数目正在增加 根据在香港成立的 国际知名争议解决机构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数据 去年共受理514宗案件 当中277宗为仲裁案件 这些仲裁案件中 有超过8成为国际案件 将近4成不涉及香港当事人 另外有7.6%不涉及亚洲当事人 发言人指出 香港的仲裁框架全面 而且与时并进 紧贴国际发展 除了准取第三者资助仲裁 在本月全面落实的 与仲裁结构有关的 收费架构的安排 进一步提供更加灵活的 仲裁资金选项 以契合当事人的需要 此外 香港与内地建立的 法律互助框架 既深且广 在国际仲裁方面 享有其他司法管辖区 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发言人指出 内地与香港 已经达成三项相关安排 让与内地方定立合同 或在内地营商的当事人 享有更加有效便捷的方式 运用仲裁解决争议 发言人重申 作为中国境内唯一的 普通法司法管辖区 香港未来将继续加强 与内地的法律互助框架 国家政策也支持建设香港 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 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24号宣布中央同意 逐步有序全面通关 希望在1月中前落实 今天起深圳健康驿站的名额 增加到了每天3500个 目前过关的情况如何 我们连线在口岸现场的记者 林浩贤 浩贤你好 目前从香港回到内地的 过关的人流 是不是比以前更多了 中好人人 目前从香港经深圳湾口岸 前往内地的人士 需要先取得 深圳市健康驿站的名额 而这个名额从今天起来 就增加到3500个 事实上这个名额从12月 也是逐步的增加 从月初的1000个 增加到今天起的3500个 而我们今天来到深圳湾口岸 人也是看见 其实人楼并不算多 而且市民排队过关的情况 也是十分的通畅的 那香港警方还有香港入侵处的人员 他们就告诉我们 因为政府早前就允许了 前往内地的人士 不需要再在深圳湾口岸 这里是先进行一个核酸的检测 并且是等候阴性结果之后 才可以放行前往关口 所以现在的一个情况 就是通畅了很多 虽然人流看起来少了 但是他们觉得 其实来经深圳湾口岸 前往内地的人士 其实还是比较多了 而且情况是十分的通畅的 那其实香港特区行政 讲官李家超 昨天他就结束了 暑止的行程 回来香港见记者时 他就表示 中央已经是统一了内地与香港 逐步有序全面达致通关 而特殊政府也会成立 通关协调小组 跟进有关的工作 希望在明年的1月中之前 就可以落实通关的目标 那李家超也是特别的提到 因为长期已经没有通关了 所以就担心 这个在口岸方面的人手 可能会不足 而他们也是会 实时检讨这个情况 而港铁就表示 他们会因应在高铁的香港段 以及是东铁线 深圳楼谷等地铁站 他们也会是 特殊政府的安排 在检讨人手的这样一个情况 而有香港的医学军站 就表示 预计在通关初期 可能并不会有太多的 内地旅客是来到香港 所以认为在初期 并不是要设立一个通关的限额 但是如果特殊政府担心 香港的医疗体系 或者是医护人手 并未能承受通关的旅客量 那么可以考虑在初期 先设立一个3000到5000的通关名额 之后再是情况逐步的调整 那么我们也会持续 跟进有关通关方面的消息 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人人 谢谢浩姐 在香港大批市民趁着平安夜外出 到尖沙嘴等地观赏圣诞灯室 不少市民都觉得 今年的平安夜 人流是过去几年的最多 感觉新冠疫情前的热闹气氛 又回来了 有大型的商场预计 客流量可以比去年增加大约10% 点点烟火 这是平安夜香港尖沙嘴一间 大型商场的新常市 现场音乐表演 加上泡泡营造的漫天飘雪效果 让一座南方城市 变成浪漫又缤纷的冰雪世界 吸引大批市民来看灯视和打卡 当然还少不了圣诞老人 不少人都认为 这是过去几年来最热闹的平安夜 去年我没来到 因为他刚刚出生没来 我去年也没来 刚刚很一岁到他 是不是第一次过圣诞 第一次和他过圣诞 今天很容易骂 一场看到 很漂亮 很有圣诞气氛 香港没有雪落 这里可以看到落雪的感觉 圣诞气氛不错 好像多了人 大家可以这样一起出来 走都挺难得的 隔了这么久 你都知道之前 这样都没有那么多人 走来走去的 现在都可以开始感受 一些人来人往 有些热的温度 行街的温度都开始升温 可能现在这样就会开心一点 我觉得今天气氛超级热 有几年来 很多市民都来这里 很开心 随着香港逐步放宽防疫措施 商场估计这个平安夜 人流可以比去年增加大约百分之十 有香港市民的圣诞愿望 是希望当局能落实和实现 一月中之前和内地全面通关 香港和大陆应该要快点通关 对香港有什么帮助 经济各方面 民生都有影响 都有正面的帮助 都期待 对了 很期待 去旅行去玩 由于人流太多 香港警方封闭了尖绍嘴著名的广东道 以及舒适巴厘道部分路段 让市民可以走到马路上 欣赏夜景以及附近的灯饰 这在过去三年都没有类似的安排 有人认为过去的香港回来了 过去有活力热闹的香港终于回来了 在西九文化区 大批市民前来观赏20米高的圣诞树 和童话市的小屋 同样热闹的还有中环兰桂方 到了深夜香港警方要实行单项人流管制措施 为了疏导外出庆祝的人流 港铁恢复了停止近三年的平安夜通宵列车服务 部分巴士路线提供免费乘搭服务 港岛的电车也全天免费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更多消息稍后解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4号的晚间 在范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 住持平安夜弥撒 他在布道当中指出 圣诞节充满着消费主义 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圣诞节的初衷 而在相传是耶稣出生地的伯利恒 也举行了子夜弥撒 教宗方济各在平安夜弥撒的布道中 谴责人类对财富和权利的贪婪 甚至不惜伤害自己的手足和邻居 弱势群体的尊严和自由 也因此受到蔑视 教宗表示最重要的是 那些被战争贫穷和不公吞噬的孩童 世界充满贪孽 未给孩童预留空间 他并以在马曹出生的耶稣为例 称耶稣从出生到死亡都很贫穷 却从未因此生出贪婪之心 弥撒结束后 行动不便的方济各坐着轮椅 在一群孩子的陪同下 捧着一尊圣子耶稣的雕像 送到教堂中央的马曹布景中 当晚有约七千人到场参与弥撒 而在相传是耶稣出生地的伯利恒 25号凌晨就举行了紫叶弥撒 由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 皮扎巴拉主持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有出席 马曹广场也再次迎来大批游客 不过人数仍然比出席 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少 当时伯利恒接待的游客 多达350万人 伊拉克邻近摩苏尔的一座教堂 信徒在教堂外搭建起篝火庆祝 有出席弥撒的民众表示 基督徒社区一直受到打压 特别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威胁 当地很多人包括他们的家人和亲戚 已经离开家园 与亲人相聚是他们每年的愿望 俄乌冲突持续 但未有阻碍民众 趁着圣诞寻找正能量 在首都基辅 就有音乐会在地底举行 有观众表示 希望可以在节日期间得到一些快乐 而在南部俄空的马里乌波尔 当地政府在市中心竖起了一棵圣诞树 这棵20米高的圣诞树 由俄罗斯圣比德堡运到城里 当局表明 不会有任何大型节日庆祝活动 当地民众都表示不太有心情庆祝 他们的节日愿望都只是想要和平 让生活重回正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随着圣诞节到来 北美防空司令部 一如既往地追踪圣诞老人的行踪 并且表示 莫斯科当地时间的24号的晚间 圣诞老人位于莫斯科上空 北美防空司令部网站显示 24号圣诞老人开始了第67次的环球之旅 在晚上的10点左右 圣诞老人位于莫斯科上空 圣诞老人增送的礼物已经接近30亿份 司令部还说 他们使用雷达等四个监控系统 追踪圣诞老人 他们的说法是否可信 或者圣诞老人是否存在 则是人者见人 司令部为孩子们追踪 圣诞老人行踪的传统 开始于1955年 他们鼓励孩子们给圣诞老人打电话 也有通过宣传广播 今年是在圣诞临近的时候 在互联网直播 吸引浏览的人次一百万几 佛教国家斯里兰卡 圣诞节围列为了公共假日 以显示宗教平等 斯里兰卡总统为圣诞灯式点灯 除了与民同乐之外 也希望积极推广旅游业 振兴经济 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玛辛哈 亲自点亮位于 科伦坡港口城的圣诞树 并在港口城内 欣赏音乐表演和品尝美食 受到葡萄牙 荷兰和英国殖民文化影响 圣诞节是斯里兰卡的 一个重要节日 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 70%以上的国民是佛教徒 但未显示民主及宗教平等 包括圣诞节在内的主要 宗教节日都列为公共假日 圣服也举办庆祝活动 维克拉玛辛哈早前宣布 在总统府附近 加勒菲斯广场举办的 圣诞颂歌音乐会 和嘉年华系列活动 已正式开始 23日之前 颂歌仪式每晚7点 都会准时上演 同时还举行由武装部队 和警察乐队参加的乐队表演 会场的巨型圣诞树 想公众开放 我现在所处的区域是 斯里兰卡的总统府 从我们的镜头里 您可以看到这里彩灯扬映 弥漫着一副节日的氛围 但是就在五个多月前的 7月9日 斯里兰卡爆发大规模的 民众抗议 大量的示威者 冲进总统府 占领的就是这个区域 现在随着社会和经济的 趋于稳定 斯里兰卡旅游局 将这一地点改造成了 节庆专区 面临经济困境的斯里兰卡 在维克拉马辛哈政府上台之后 社会和经济局面 趋于稳定 斯里兰卡创会的重要来源 旅游业有所回升 根据私央行数据 截止11月底 2022年旅游业收入总计 11.2亿美元 同比增长313% 旅游部长费尔兰多率领同僚 推出观光斯里兰卡活动 希望旅游业能尽早复苏 凤凰卫视杨诗远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报道 2023兔年春节将至 中国驻墨西哥使馆 正式启动了 温暖迎春系列活动 希望和广大的吕墨侨胞 一道红红火火过大年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 临时代办王惠军公餐 日前发表视频讲话 宣布正式启动 温暖迎春系列活动 并且提前为所有侨胞 送上新春祝福 2023鬼毛兔年春节将至 我仅代表中国驻墨西哥使馆 向同胞们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何家安康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分量十足的新春福袋 热热闹闹的春节招待会 喜气洋洋的献上全家福打卡等 沉甸甸的年货 使馆将陆续发布有关通知 欢迎大家积极关注 并踊跃参议 感谢大家 谢谢大使馆的关心 祝大家元旦快乐 非常感谢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 送来新春福袋 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 来自于祖国 来自于使馆的关怀与温暖 与此同时 中国驻墨西哥使馆 从2022年12月19日 至2023年1月7日 在墨西哥电视22台 推出五周同月 琴满中华音乐会 杂技剧 小敲流水人家 终末友谊 来自上海的问候等 不同系列文化节目 承邀墨西哥民众 与吕墨交包 共赏文艺演出 共度新年 分华卫视江美郡 墨西哥城报道 英国首相苏纳克 趁着圣诞节 心爱心 为了无家可归者 送上早餐 不聊在交谈当中 开口就戳人了痛楚 询问无家可归者 是否有工作 被舆论狠批 与社会脱节 另外一方面 英国的罢工潮 并没有随着圣诞假期的 来临有所消停 铁路边节能 不我们持续的罢工 让这家日的交通出行 压力大走 英国官方24号发布视频 首相苏纳克 在前一天 来到伦敦的一家 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为留宿者提供早餐 本是圣诞节 暖心之举 不料却暴露出 苏纳克身居高位不贴地 只见苏纳克 为一位无家可归者 端上吃食后 试图与对方攀谈 竟询问对方 是否有工作 在得知对方对金融感兴趣后 曾在投行高盛 任职银行家的苏纳克 立即追问他是否会进入金融行业 对方只好窘迫 做出回应 苏纳克的言谈 立刻招来舆论批评 在野工党副党魁蕾娜 形容这一幕令人难以忍受 有工党议员称 苏纳克跟普罗大众脱节 离地之余 苏纳克还意改 以往英国首相 向国民发表圣诞文告的传统 首相办公室24号发出视频 显示苏纳克在前一天 与派驻全球各地服务的 英国公职人员通合 当中包括曾驻乌克兰的外交人员 苏纳克称 感谢他们在不平凡的一年 所做出的牺牲 并送上圣诞祝福 不过简单的圣诞祝福 并不能抵消由通胀 带来的生活成本危机难题 目前包括邮政 救护 交通在内 英国多个公司营部门 持续发起罢工 争取加薪 改善待遇 铁路员工在圣诞前夕 展开新一轮为期两天罢工 火车服务暂停 民众若想趁着节假日出远门 只能自己开车 虽然出行受影响 但部分民众却对罢工表示理解 英国内政部下属主要在机场 负责入境检查工作的边境部队 则发起八天的罢工 料将持续至远旦 旅游旺季罢工 令多个机场压力大增 凤凰仪式综合报道 英国罢工浪潮持续 也让社会的很多方面陷入衰退 由英国媒体报道 在机场的英国边境部队 已经集体加入了罢工潮 英美指边境部队这样的执法部门 也参与罢工实属罕见 意味着政府已经到了危机关头 卫报等多家媒体23号报道 在机场的英国边境部队 已经集体加入了罢工潮 至少在未来的一周内 大部分边境工人会停止上班 以此抗议他们的薪资待遇恶劣 英国媒体提到边境部门 也是工作条件最艰苦的行业之一 很多人在机场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 但是拿到了少得可怜的加班费 现在边境部队罢工之后 大量的游客因为无法进行航班安全检查 被迫滞留机场 多个航班受到很大影响 只能靠一小部分上班的人来维持 西班牙全国总工会 目前正在和西班牙政府谈判 要求把2023年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10%到1100物元 以提升工薪阶层 因为通货膨胀而丧失的购买力 针对西班牙政府目前正在研究 将2023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 上调大约4-8个百分点的可行性 西班牙全国总工会提出 要求必须上调10% 也就是在2022年1000欧元 且需支付14个月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之上 提高至1100欧元 以更加接近西班牙平均工资水平的60% 目前西班牙的平均工资水平约1715欧元 1100欧元将可占到平均工资的64% 另外西班牙2022年的平均通胀率约8.7% 导致居民购买力有大幅折损 为抵抗通胀 西班牙政府同意将养老金上调8.5% 这也是西班牙全国总工会坚持最低工资标准 西班牙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 已从2017年的700多欧元上升至当前1000欧元的水平 西班牙全国总工会认为 仍有必要继续为低收入人群 争取更好的社会权益和保障 凤凰卫视 陈莹 马德里报道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列为十大同缉犯之一的前色情网站 开设人普拉特日前在西班牙路网 将会被引渡和美国受审 联邦调查局23号发布消息 指普拉特21号与马德里被西班牙当局拘捕 声明还对西班牙当局及其他国际组织致力于将普拉特绳之与法表示感谢 同一天 西班牙警方发布了逮捕行动的视频 普拉特在2012年开设一家色情网站 他被指通过武力 欺诈和威胁迫使女性拍摄色情影片 普拉特与其同伙通过互联网发布虚假模特招聘信息 招募女性后以禁锢形式对她们进行性侵并拍摄影片 其中包括未成年女性 据称他经营的色情网站为其赚取了1700多万美元的收入 2019年美国加州法院发出逮捕令以来 普拉特一直不知所踪 今年9月 联邦调查局把他列入十大通缉犯名单 并悬赏10万美元 普拉特将面临强奸未成年女性 制作儿童色情物品 欺诈等19项罪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4号 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机场附近 警方接报发现疑似爆炸物 巴西警方以及卢拉政府过渡团队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 警方接报之后立刻对发现疑似爆炸物的地点进行封锁 并且派出了拆弹专家调查 将会在明年的1月1号就任新一届政府的司法部长 迪诺表示 警方对爆炸物展开检查以及搜证 他正在监督有关的行动 又指后任总统卢拉的政府过渡团队 也在关注这起事件 巴西求王贝利的健康状况举报 持续的恶化 家人持续到圣保罗的医院探望 82岁的贝利目前还在留意 他的子女已经抵达了圣保罗的医院 并且在社交媒体上为父亲打气 贝利去年的9月切除结肠肿瘤手术之后 一直接受化疗 外国媒体报道 贝利的肾脏和心脏功能开始衰竭 几乎不能说话 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他的家人以及巴西政府认为情况不太乐观 据报已经在为贝利准备后事 日本近年数日遭遇强降雪 导致北部东部和西部的多地区 出现交通瘫痪和大停电 多地的高速关闭 铁路减速或者延误 航空交通同样打受影响 截至到当地时间24号的中午 极端天气已经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 85人受伤 日本北部和西部 临近日本海的沿岸地区 17号起出现持续暴雪天气 据日本公共广播公司NHK报道 极端天气导致全国大范围交通瘫痪 爱源和高知两线就有3500个家庭断电 十多人不幸离世 另有数十人受伤 据悉受强降雪影响 24号上午 中部的爱知县境内高速公路 在约4小时内发生了至少42起事故 截至中午 首府明古屋市降雪量达到10厘米 为2014年以来路得最多 在位于中部沿海的新谢县北部地区 由于道路封闭和火车停运 约有6300户家庭停电 新谢县稍早前路得比往年多三倍的破纪录大雪 导致多人死伤 在北海道及东北局地 积雪厚度已超过1.5米 据北海道电力公司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24号下午30 共有约1190住户停电 抢修恢复工作正在进行 日本当局提醒民众警惕狂风 巨浪带来的风险 呼吁对暴雪保持警惕 避免非必要外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收看 再会